在央视八套播出的电视剧中,叶南王曾创下收视率巅峰,演员王灿在其中饰演玉婷的潜伏里文华,在这之前,王灿曾拼借天地又青,终将亲吻一脚被观众熟知,天地又青在央视八套也曾收获不错的收视率。 剧中的江青文在知道自己和男主黄天林是兄弟后,性情大变,处处与他争抢,后来,他心爱的女人将舒婷得了癌症,江青文才和哥哥黄天林重归于好,共创《美好明天》,王灿在剧里是一个善良、洒脱、率心而为的人,现实生活中,他也在遭遇了一些辩护后,更加勇敢坚强地面对生活。 王灿是一个对待工作极其认真的人,他曾迎拍戏过于劳累患上了蜂窝性组织炎,这是一种由皮肤伤口的细菌感染引起的疾病。 如果治疗不及时,很有可能会引起败血症而亡。 因为治疗不及时,王灿在病情最严重的时候,只能依靠抗生死控制病情。 为了治病,王灿停掉了自己的一部分工作,极其调整自己的身体,控制饮食。 王灿出生于一家庭,由于爸爸是军人,经常整日整夜地不在家,所以他和哥哥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。 王灿是一个对待工作极其认真的人,他曾迎拍戏过于劳累患上了蜂窝性组织炎,这是一种由皮肤伤口的细菌感染引起的疾病。 如果治疗不及时,很有可能会引起败血症而亡,也许是缺爱的童年给王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吧。 如今45岁的王灿仍然没有结婚,但是他收养了四个非洲小孩,并对他们十分照顾。 王灿说,因为非洲资源不足,平常不能通过email或视频通话,和他们联络感情,只能趁他们来中国的时候带他们去游乐场,联络感情。 王灿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经历,因为家里很穷买不起零食,每次到游乐园只能带水,看到别的同学可以吃糖果饼干,都觉得很心酸。 如今看到自己收养的这些非洲小孩们开心的在游乐园玩耍,他感到非常欣慰,这样一个心中有爱的人,理应得到珍贵的幸福,祝福他能早日找到共度余生的那个人。